HL ZM100应急硬质路面车 是一款在临时路面技术领域 即单车运输 铺设撤收等功能 与一体的应急硬质路面车 在抢险救灾任务中 它可在低承载能力路段 快速铺设一条长100米 宽4.2米的临时活动路面 该路面采用模块化结构 可根据需要 在任意单元板进行快速分离和连接 保证履带适合在60吨 轮适合在楼压13吨以下的 各类机械车辆正常通行 安全引导 倒车定位 打开紧固装置 回转路面平台 开始降下路面 这段100米的铺设过程 也最为考验驾驶员的驾驶技术 在我们铺设路面时 无法观察到车辆后方的情况 因为路面平台转过来以后 已经最大视角地挡住了驾驶员 往后倒车的视角 无法判断其后面的情况 铺设应急硬制路面 其路面的最大弯度 不能超过15度 这就要求应急硬制路面车的驾驶员 操作员 安全员 必须协调一致 紧密配合 安全员用旗语引导驾驶员 驾驶员依托指引倒车 操作员再根据倒车速度 匀速下放路面 铺设过程衔接紧密 环环相扣 随着最后一节路面 从轮轴上滑路 整个应急路面铺设完毕 过程仅12分钟